全國財訊師 大家好我是BobbyBomb的全國財訊師 我叫小寶 非常開心能夠來到FG美人教室裡 那其實今天要教大家 是如何正確的挑選卸妝油 以及使用的方法 其實呢很多人都會使用卸妝油的部分 但是有時候會發現卸妝油有一些些小小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使用完卸妝油的話 很容易會產生痘痘跟粉刺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延展性的問題 有的時候你會發現比較油不好推 相對的會拉扯到臉部 這個也是不可以的喔 第三個部分來講的話呢就是臭味了 有的時候它會有一點點油耗味 所以呢其實在卸妝來講 清新的部分非常的重要 再來第四個部分呢就是 會讓您的皮膚容易有敏感的問題了 這個部分就是在乳化劑上面 會有一些些的選擇上的問題 以上的問題來講的話呢 如何解決其實您可以去細分喔 一般市面上的結眼油 有分為礦物油以及植物油的成分不同 其實植物油來講的話 會對膚質的傷害以及敏感性的話 會比較低 礦物油比較容易堵塞毛孔 所以選擇植物油會比較好一天邊 第二個重點呢就是在乳化劑 你能不能乳化完全的部分囉 所以呢乳化劑來講的話 主要它能夠做卸妝的原理是因為 乳化劑它會讓彩妝以及油的結合 順便帶走彩妝 那乳化劑好不好在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會建議大家看清水性的問題 如果清水性好的話 相對的乳化速度會比較快 比較不會殘留在臉上 而且時間上越長的話呢 越容易造成肌膚的負擔 如果要找一個好的卸妝油來講的話呢 你要記得乳化的速度越快 那當然是越好的 今天很開心為大家介紹的 這一款最新的清透清妝油呢 是全植物性的油脂 而且呢它不需要很多次的乳化 因為它比較清爽 它有點像油的卸妝力 但是卻是有水的材質 所以今天呢我就要用這一款清透清妝油 為大家示範以及使用的方法 首先呢在眼線膠產品來講的話呢 都是比較防水性的 黑色的眼線膠大量的塗在手上之後呢 再使用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睫毛膏了 因為睫毛膏如果防水來講的話 你們會發現其實它非常的不好泄 等到我們睫毛膏跟眼線膠完全乾了以後呢 我們現在準備要做噴水的測試 看看我們的睫毛膏跟眼線膠是不是完全防水 我在模特兒手上呢噴上大量的水 接下來您可以看到它是完全防水的 不會暈開 在這裡呢我會建議大家 像這一款比較水狀的淨妝油呢 不需要用量太多 小小的淨妝油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我們在手上搓揉 十秒之後呢您就可以看到 睫毛膏以及眼線膠 它完完全全地被溶解開來了 接下來呢其實在家裡 只需要用大量的水直接按摩 不需要特別的乳化 就像是洗臉一樣的 幾乎只要十秒鐘您就可以看到 在彩妝上面的話呢 是完全沒有殘留在您的手上 非常的乾淨 等到我們把模特兒的手擦乾之後呢 待會我要做一個非常驚人的實驗喔 我在模特兒手上呢放了一根羽毛 因為有油脂的話羽毛就不容易掉 它將手移開之後羽毛整個就掉了 您可以看到非常清爽 第二個更殘酷的實驗來囉 就是使用細油面紙 吸附我模特兒剛剛卸完妝的手 來測試看看 模特兒手上有沒有油脂的殘留 您可以看到這個細油面紙 完全沒有任何卸妝油的殘留喔 最後一個殘酷的實驗囉 就是使用卸眼唇的產品 特別再卸過一次 看看我們這個彩妝有沒有殘留在手上 可以看到在模特兒手上呢 經過擦拭之後 完全沒有任何的殘留 今天很開心呢 為大家介紹這款輕透淨妝油 其實是要讓大家顛覆了 您對淨妝油的想法以及印象 當然這款淨妝油還有淡淡的薰衣草香味 其實如果說您挑對了這個產品的話 卸妝對您來講就會非常簡單 而且很享受在裡面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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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